富贵从哪里来的 富贵是从大行量来的 中国古艳语说的好 量大富大 量小富不大 不可能有大富宝 量大 啃尸行 看到别人有困难的 自己全心全力的帮助 这是大富宝 帮助别人自己还留一手 这就是潜贪 这只有佛 这不是修佛 一定要像菩萨一样 全心全力去做 佛报就大了 佛告诉我们 财富从哪里来的 从财部师来的 聪明智慧从哪里来的 从法部师来的 健康长寿 健康长寿 从哪里来的 从无为不失来的 真干 拼命去干 越干越殊胜 有人说 我这么大年岁 还在讲经 就干 讲经 三种布施具足 身体 精神 体力 这是内财布施 这财富 教学 修行教学 法部师 长聪明智慧 听经的人 听明白了 听清楚了 一教奉行 他利苦得落了 这就是我的无为不失 古报是健康长寿 不讲经 不讲经 寿命就完了 你不起作用了 越讲越有精神 越讲人家寿越长 就这么个道理 你啃死 寿命就长 不啃死 寿命就短 就这么回思续 搞清楚 搞明白了 这个 修学 讲经 比什么都快乐 健康长寿 永远不会衰老 都在其中 真正衰老 就讲不动了 你也想 吝啬一点 我年岁大了 少讲一点 多让身体 休息 休息 越休息 就越老 越休息 病就来了 这种 这种道理 哪一天不讲 不讲就往生了 到极乐世界去了 也不可能在这一天受劳苦 劳很苦 不受这个罪 不讲了 不讲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祝佛菩萨 并化在这个世间 对我们做的保养